获取资源方式微信关注公众号 韩剧小天使 后台回复关键词即可 在小编的印象里 似乎泰剧的尺度一直都很大 好像没有什么是泰剧不能拍的 不敢拍的 豪门恩怨 出轨小三 真 假换连等毁三观的剧情 事实证明 泰剧没有最狗血 只有更狗血 前段时间 新铁石心肠完结 接荡的吹落的树叶 据说号称可以让你的三观坐过山车 抱着好奇心 小编手剑的点开了这部电视剧 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 一口气看了六集 嗯 真香 吹落的树叶 吹落的树叶有两大看点 第一点是主演 阵容 女主由初恋那件小事的小水扮演 男主则是扑使配歌 第二点则是高能剧情 主要讲的舒直两人的爱情 是不是听着很奇怪 哈哈 其实是小水饰演的侄子 变形成一个女性和自己的姑父之间发生的狗血 爱情故事 看剧情就让人觉得好刺激带感 小水饰演的Nira 从小就有性别认知障碍 母亲完全支持她想干的一切 于是帮她化妆 给她换上各式各样的裙子 但是这一切 在父亲看来 简直是变态行为 那时候 爸爸对她非打即骂 爸爸的情人和姑姑也对她耀武扬威 只有妈妈和姑父对她极好 姑父会经常陪她画画 带她出门玩 温柔 耐心 又帅气 试问这样的叔叔谁能不爱 长大后的Nira在妈妈的支持下 做了变性手术 拥有了新的身份 原以为可以远离父亲 能和母亲永远在一起生活 但因为人家父亲 直接导致母亲的死亡 将这一切全部打破 而后就是Nira摆脱了父亲的掌控 以全新的身份复仇的故事 实话来讲 这是一部狗血的 不能再狗血的复仇剧 但不知为何 就这样的一部影剧 突然就征服了万千少女的心 我带着怀疑以及审视的态度 仔细寻找出现狗血剧 吸引万千少女的原因 到最后我终于闻到了一股腐朽的味道 嗯 没错就是那该死的爱情 变性后的Nira和姑父出自偶像剧般的想 与第二次相遇 Nira故意撞上姑父的车 姑父对方是Nira后的秘智表情 还使出了撩妹绝招 如果想再见 到你 我该怎么做 这样还不够 等姑父主动出击 才知道什么叫骚话连篇 姑父堪称最佳范本 我送你唱片 你听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我 你请我喝咖啡 我以后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想起你 而我每天都会喝咖啡 最新一集中 期待已久的玫瑰稳明场面 也终于来了 Nira走秀公然开聊姑父 轻吻玫瑰缓缓递出 姑父接过来超欲的 吻在了玫瑰的同一个地方 啊啊啊 间接接吻的话 面真低太聊了吧 此刻姑姑估计已气炸 And还没有 上车的小伙伴们 抓紧跟上节奏刷起来 三观不重要 颜值才王道 毕竟他太的狗血 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只要大家追剧愉快就行 悄悄告诉大家 在公众号后台回复 吹落的树叶有惊喜哦 可能不是秒回获取资源 方式微信关注公众号 韩剧小天使 后台回复关键词即可